景田跟张继科这一对很甜蜜但又不愿意公开的情侣 又被拍到同矿照了 2月17日大年初二 有微博账户发布了两人合照 戴着口罩的张继科面对镜头 而留着一头卷发的景田则背对镜头 似乎在聊着什么 张继科还把鞋子脱掉 在女朋友面前十分放松 据透露 当时他们在电影院里面 貌似在等待电影开场 还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他们两个戴着同款的黑色情侣帽 明显就是处于热恋当中 而他们两个都很喜欢黑色帽子 像这种一模一样的情侣帽 网友已经发现了两顶 这两个人真是撒得一手好狗粮 2月16日是张继科的30岁生日 他发布了微博感谢父母 上载了一张与父母的合照 但就没有景田的一丝踪影 粉丝觉得奇怪 在如此重要的日子 所谓三十而立 景田作为女朋友 没理由不陪在张继科身边 很快 大家就发现张继科爸爸 用自己的微博关注了景田 这是要观察 未来儿媳妇的节奏 粉丝猜测景田 应该是趁着张继科生日 顺便见了家长 前几天景田 接受央视新闻直播间采访 被问到女性 面对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他回答是平衡家庭与事业 令人怀疑他已经动了结婚的念头 而新闻直播间的主持人 责罢微博透露 景田说他想要当一个好妈妈 这是在暗示什么样 种种迹象显示 即使景田与张继科 并非在短期内结婚 他们对这段感情也非常认真 直奔结婚而去 相互 继续 手 准备 F 预 感谢观看